字幕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農業氣象 我是主播彭啟明 這幾天天氣不一樣 現在變西南方的環境 偏南方 為什麼呢 太平洋現在要出來了 要出來的時候 比較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台灣漏雨 多餘差不多三禮拜 那個西南季風的影響 很嚴重 現在變成太平洋到現在 變得很熱 請大家要注意一下 午後熱隊流呢 塞北豪會比較多一頓 請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日頭有的時候很強 大家有的時候塞北豪 跟那個都是西南風 有一點不一樣 最近要注意一下 這是農委會提供的 紅龍果因為連續降雨導致裂果 如果有裂果要趕快將果粒 檢除 注意一下 還有一個 瓜類蔬菜不耐淹水 要降雨的時候要維持排水道的暢通 而且要適時的排除積水 請大家要注意一下 最近你看不一樣 吹南風 太平洋高在這裡 本來夏天都是他們在這裡盤踞 但是過去三個禮拜 東退 走到放暑假去 現在又要出來了 出來就會退到這個東太平洋 所以你看看 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 我們家你看 往這邊推了 越來越往這邊推了 所以我們家 禮拜三禮拜四 開始就會變得很弱 但是也有西南風 南風 水氣起來 也有一點 但是不是很強 跟那個前一陣子 西南氣流 是不一樣 所以未來呢 這一兩個禮拜 都是很強的高壓 開始犧牲過來 但是這個高壓 我們在邊緣 所以有這種塞北 不是那個整個蓋住 午後雷震雨都起不來 是午後雷震雨 所以很容易冒 請大家注意 有的時候西南風 早上也有雨 早上也有雨 因為這個是吹西南風 早上這裡是陸風 咬走火 這個符合 這個對流產生 就會早上在海邊 就容易下雨 但是大致上都是午後熱對流 你看 都是午後的雷震雨 請大家注意一下 最近風浪呢 有比較好一順 你看 鵝鵝鵝鵝鵝 平靜風四到五級 正風八級 中浪浪高二轉一公尺 東四岸 平靜風四級以下 正風八級中浪 浪高二轉一公尺 新竹路港也喊 平靜風四到五級 正風八級中浪 浪高一至二公尺 鵬鵝鵝基隆海面 是平靜風四到五級 正風八級中浪 浪高一至兩公尺 宜蘭蘇澳也喊 平靜風四級以下 正風八級小浪 浪高一公尺 花蓮也喊 平靜風四級以下 正風八級中浪 浪高二轉一公尺 成功台東也喊 平靜風四級 正風七級小浪 浪高大概一公尺 一條一條海面 平靜風四到五級 正風八級中浪 浪高一至二公尺 一條一條海面 是平靜風四到五級 正風八級中浪 浪高一至二公尺 綠島藍衣海面 是平靜風五到六級 正風九級 中浪 浪高一至兩公尺 紅窩海面 平靜風四級以下 正風八級中浪 浪高二轉一公尺 另外一個是最近都是大潮 還好下雨天的時候 恆大的時候 沒有遇到這種大潮 這樣就很慘 現在來說都是大潮 請大家有時候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午後雷陣雨的話 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還好都是 這不是在前幾天發生 最近溫度也要起來 但是會慢慢的起來 因為有下雨後雷陣雨 所以南部呢 溫度上升會蠻明顯的 Bubble 有時候中午的時候很熱 所以請大家工作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大致上呢 北部大概慢慢的在上升 沒那麼快 南部也是這樣 所以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有時候這個植物之間 突然一下子熱起來 要稍微留意 趕快把植物照顧好 以上就是今天阿姨的農業氣象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